关于这个祷告店的实习呢 什么是祷告店 就是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成立了一个24小时的 一个祷告的中心 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教会的祷告店 现在是没有24个小时 但是我们有分时段 我忘记是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但是我们每一次 的一段时间 就是两个小时轮一个班 那我们不同的班子里面 有为不同的事项来祷告 比如说有为以色列祷告 或者是有为青少年祷告 这样子 那我自己本身是带领 就是一拜三的下午 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段 那就是浸泡圣灵 与神亲密的一个 祷告的一个时段 那在祷告店里面 我们多半是用亲与如的 敬拜的方式就是我们 敬拜祷告 是一起的 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 我们在歌唱课里面 其实我们也会上到 部分的亲与如的敬拜 那所要教导的就是 如何不让祷告 就是会祷告 可是敬拜只是歌唱 但是唱歌跟 就是我们在敬拜 我们也祷告 而且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祷唱 所以我们等于要学习一个 导唱的经文是一个可享受的 长时间的敬拜 和祷告的方式 那在祷告店里面我想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自己个人在祷告店里面 为什么会进入祷告店里面 的一个服饰 就是在前几年 one thing 来到台湾的时候 ihock团队 带领这个特会one thing 就是来到台湾 敬拜的这个运动 那那个时候就很深的 touch到我 就是让我感受到 我在祷告店里面 就是长时间浸泡圣灵 跟就是与神亲近的 祷告跟敬拜 其实真的很大的 帮助我整个生命 在就是敬拜 跟祷告变成更多的变成 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跟一个态度 那我觉得也让我 能够在台上带领敬拜的时候 是更加的自由 而且更加的示范 更加的敏锐圣灵 而且更多将神的话 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因为我用神的话来歌唱 所以我并不是 用我自己写的歌词 但是我用神的话 就是变成我所歌唱的 但是我也更深的 能够用神的话 然后更多的写出一些的诗歌 让这个诗歌 能够带出更神的敬拜 所以其实在祷告店里面 就是我与我的团队 虽然我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没有一个乐团 我们大概有可能 有的时候只有一把吉他 或者是我们只有一个keyboard 好的时候 当然我们有 就是两三位的 两位乐手 然后我们还有两位 或到三位的歌者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联唱 所以最棒的一个方式就是 所以我们不再只是一个主领 在前面带领基板 而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主领 每一个人都要唱 然后而且我们可以有 一起合一的感受 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一起唱一节经文 或者是几节经文 我们把它唱两个月 同一节经文 可是我们把它唱到很深 而且每一次神都给我们 不同的一个领受 所以其实在祷告店里面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实习的时间 鼓励学生们都能够 到祷告店里面 就是进入到这个 就是最核心的里面 就是与神亲近的这个时刻 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在神的同代 不是好像我们只是 在主族崇拜三十分钟 这短短的时间 而是我们可以更深的 就是在那个地方 被圣灵更大的来充满 大概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主要